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亲爱的约束雅记 我们看见你在数百年前 许事要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说这块地要赐给他们的后裔 当你的时间表到了 你就带领他们进入 主耶稣 主啊你今天也是我们的 约合华军队的元帅 我们得救之后 就在你这个得胜的行列中 主啊与你一同来征战 一同要把你的国带到地上来 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有份于 你在这个时代的行动 祝福我们每一位 奉你的名求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圣经中的人物 第117篇 我们要来看 除灭三十一个王 和加勒 夺得西伯伦 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 到了应许之地的南边 加底斯 以色列的十二个探子回来 有十个报了恶性 百姓惧 百姓惧怕美地上的巨人 不肯进入 想回埃及 结果 因为百姓的不幸 耶和华不让他们进入美地 第一代必要飘荡 并且倒闭在旷野中 唯独两个探子 加勒和约书亚 对耶和华的应许 有信心 他们就得以进入 因此 以色列人没有从应许之地的南边 直接进入美地 而是必须在旷野中绕 后来绕到了死海的南边 然后从美地的东边上去 先征服了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 到了约旦河边 摩西死了 然后神交棒给约书亚 出埃及之后的四十年满了 神要祭司排的约柜 先踏入满藏的河水 约旦河的水在上游 亚当城停住 让百姓行过干地 进入了美地 在过河之后 神吩咐要从河中 祭司的脚边 拿出十二块石头 带到对岸 约书亚也 拿了十二块石头 放到河里 祭司的脚边 神带领以色列人 从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 这是表征把以色列人的旧人 与基督一起埋在石水里 然后从石水里与基督一同复活 才能征服并且生活在应许之地上 虽然以色列人终于过了河 进入了美地 但是在面对第一座城 耶利哥的时候 神又命令在敌人面前 要先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行割礼 这里有从河里取出的十二块石头 是客观的记号与纪念 又有主观的肉体 亲自受割礼痛苦的经历 此处被称为吉甲 意思就是他们把埃及人的羞辱滚去了 因为他们虽然出了埃及 却在旷野一直飘荡 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埃及人嘲笑他们 即使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却没有办法进入美地 他们的羞辱因为不幸的恶心 又多次刺探耶和华 可是在吉甲的割礼宣告 这个羞辱已经滚去了 这新的一代有信心 不发怨言的这一代 进入了迦南地 永活的耶和华神 有的是时间 但我们乃是活在时间里的人 一生的岁数有限 没有多少时间 可以浪费在 不幸的飘荡之中 让我们听见了神的话和应许的时候 就能立刻以信心来接受 而紧紧地跟随 并在每次出征之后 都回到行歌里的吉甲 这里也是约会停留之处 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应当畏惧 免得那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虽然留给我们 你们中间却有人像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话 与他们无异 因为这话在听见的人里面 没有与信心调和 来听神的话 我们里面要一个敞开的心 我们愿意来接受 神怎么说 我们愿意试试看 我们要来打开心 来接受 来让信心来调和 所听见的话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却进入了那安息 这一段话 在新约西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 就是指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 很多的第一代 就倒闭在旷野 他们听见的神 给他们的应许 可是却对他们是无益的 他们死在旷野 可是我们相信的人 却进入了那迦南美地 得着了安息 耶和华神亲自做他军队的元帅 指示约书亚夺取了耶利哥和艾成 也在雅干贪图当灭之物的世上 接受了神的训练 全民上下一心 与神是一 没有任何的怨言 这和第一代人完全的不同 耶利哥和艾成 刚好是坐落在应许之地的南北中间 那么他们进去之后 应该是往南去呢 或者是往北去呢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 就是在艾成南边不远的基殿 基殿人听见了耶和华神 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红海所行的大事 又杀了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 现在又毁灭了耶利哥和艾成 就前来求和 约书亚和百姓就与基殿人立了约 使他们一直为耶和华的殿 劈财打水 不仅没有灭掉他们 反而让他们有份来侍奉耶和华神 他们也因此脱离了那拜偶像的旧习惯 这件事情也是出于耶和华神的主宰 因为即便这件事情就决定了 以色列人下一场的征战方向 迦南诸王听见了神大能的作为 就决定同心合一地与神的百姓来征战 可是只有基殿人听见了神大能的作为 却决定求和 位于基殿南边的耶路撒冷王 听见了基殿人居然放弃抵抗 前去向以色列人求和 于是耶路撒冷王立刻召集了 西伯伦、耶莫、拉吉、伊基伦五个王 联合来攻击基变 基变是一座大城 有四个城池 并有许多大能的勇士 却跑去吉甲 向以色列人求救 他们学到了真正的信心 是不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投靠有神同在的以色列人 约束亚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 当夜急行军 在天亮之前 猛然攻击五王的联军 深夜降向大兵暴 约束亚吩咐日夜停止 跑在野外 急杀着五王的军队 不让他们跑回他们坚固的堡垒 约束亚还趁势 击败了美帝南方 夺得了以色列人的江界 就占领了与之地南边的许多城 北方的下手王耶宾 就联合了迦南地北方的乡和弹车 战马在米文的水边一同安营 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下手王联合了迦南地北方 东北还有西北的猪王 他们人数多如海边的沙 并有许多马匹战车 而马匹和车是当时最强大的战争武器 适合平原作战 所以他们来到米文 要把以色列人引到 能够发挥他们优势的战场 进行决战 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指出 北方迦南联军有30万步兵 一万骑兵和两万辆战车 他们强大的正势 的确令约苏亚和以色列人心惊胆战 然而这也是神主宰的安排 因为心在耶和华手中 好像龙沟的水 它可以随意使其流转 他们在神的调动之下 全都离开了他们自己坚固的城堡 以为他们的战车和马兵 能够胜过以色列人的步兵 这场战争 似乎敌人在装备和地势上占了优势 但是战场上的得胜 完全决定于耶和华神 约苏亚一举揭灭了聚集在一起的仇敌 不需要足够征服各个诚意 当神的时间表到了 神会做各种的安排 以迅雷不及的速度成就他的旨意 现在我们要来看 为何攻打美帝的第一座城是耶利哥 然后之后是先攻打南方 然后再攻打北方 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面对死亡 他必须先经过耶利哥 特意去找税利长撒该 然后才上耶路撒冷去 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统治的迦南地的犹太人 而犹太税利提醒犹太人 他们并没有独立的地位 他们当时受到罗马人的压迫 其实税利就是卖国贼 在强制交税的过程中 经常私自勒索敲诈 炸取犹太同胞的血汗钱 匪几 所以税利长撒该就如同妓女 喇合一样 受到百姓的藐视 当耶税利哥 撒该各自矮爬到一棵桑树上 要看耶税 耶税到了那个地方 往上一看 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须住到你的家里 众人看见都纷纷地低估议论说 他竟然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耶税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主耶税自己就是救主 他也是救恩 他到了撒该家 就是救恩到了这家 虽然只有撒该一个人去看耶税 但是救恩却临到了他的全家 这也如同喇合一人接待了两个探子 却是使得他的全家得救 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特地来到这座受咒诅的耶利哥 为要拯救撒该一家 就如同约苏亚探子去拯救喇合 然后耶税上去耶路撒冷 在那里被宗教家和罗马政客 定死在十字架上 那个与耶税同定的强调 强调求主纪念他 耶税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圣经说 人死后都是下到阴间 在那里 所以耶税被定死之后 是下到阴间的乐园 也就是地图上的下方 或者是南方 但是三天之后 从死里复活 就是离开的阴间 而且高到天上 坐在神的宝座右边 等候仇敌 坐他的脚凳 在圣经中 神的宝座通常都是用 在北方的急处来形容 也就是地图的上方 或者是北方 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服 迦南应许之地的路程 是从东边的耶利哥进来 然后往南方去 然后再往北方去 这么一个路程的方向 也就是主耶稣成功救赎的死 是下到阴间 往下面去 然后他复活升天的途径 主也借着这个死 复活升天的过程 打败了那掌死权的魔鬼 好 我们看看 这个是迦南地的地图 好 以色列人是从约旦河的东边 渡过了河 第一座城是打下了 耶利哥 然后是基边 那艾成在这里 然后南边的五王 就联合来进攻基边 所以主耶稣 就是往南边去 夺得了南边的地 然后他再往北方去 是在这米罗的水边 这里打败了北方的王 所以各位可以看见 这个路程 刚好就像主耶稣 最后一次 他从耶利哥 到了耶路撒冷 然后他死了 下到阴间 复活 然后他升天 一直升到北方 神的宝座那里 所以以色列人 就连进入美地的 这个过程 就是来预表 主耶稣最后他成功救赎 死而复活的一个过程 好 这个河 这个河 就是把河东的两个半支派 跟摩押人分别开来 这里北方 这是黑门山 就是河东地区的 他们领土的这个北边 约束亚十二章 以色列人在约旦河 外向日出之地 就是从亚嫦河 直到黑门山 就我们刚看见地图的 一南一北 并且东边的全亚拉巴 击杀了那地的俄王 得了他们的地 这二王有著西十本之 雅摩利人的王西洪 又有八三王二 他是利法英人所剩下的 约旦河东的王 和河西的王不一样 他们是控制的一片地区 而不是只是一座城 圣经在此将各地 按着以色列的胜利 顺序地列了出来 我们就不细谈了 雅嫩河是亚摩利王 西洪江界的南边 这条河以南 就是摩押人之地 黑门山是这个地区的 最北边 约束亚带领以色列人 一直打到这里 也就是美帝的最北边 此一 河东的南北界 可以供约旦河西的南北界 相比美 在此所指出的河东的地界 是被流变与加德要求 摩西就把这地赐给 他们两个支派 加上马拉西的半个支派 约束亚十二章 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 所有征服的灾药 摩西和约束亚的征战 都包括在内 这是一幅全景 在以色列人分配地业 给十二支派之前 必须先看清楚 这整幅图画 神呼召了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 出了埃及 破了荒野 来到约束亚河边 然后交办给约束亚 约束亚所得到了 就是神当时 要美地的整幅图画 约束亚带领百姓 遵守摩西从神所听的话 并且接受神新鲜的引领 就征服了迦南地 得着应许之地 为他们的产业 摩西是神的仆人 而约束亚既听从 顺服摩西所说的一切话 也就是顺服了神 以色列人能够享有神 应许得地的祝福 是因为他们在一切争战中 都听从 也顺服约束亚的带领 也就是忠于神 摩西和约束亚两个人 和百姓在过河 征战得地这件事上 都对神是忠心的 这就是保罗说的 你们在大患难之中 带着圣灵的喜乐 领受了主的话 就效法我们 也效法了主 神的经伦在每一个时代 有不同的工作和需要 就呼召神所合适的器皿 做他时代的执事 执行神时代的执事 就如同接力赛一样 一棒一棒地往前去 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中 我们也看见神在不同的时代 兴起前面属灵的圣徒 为神在他们那个时代 做了美好的见证 到了我们 这身在世代的终结时候 神所需要的乃是 沉寂这些前面所有的丰富 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产生圣别没有瑕疵的心腹 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众人不可能都做摩西 或者是约书亚 但是我们都有分于 以色列人的第二代 我们要过约旦河 把旧人埋在池水里 然后在吉甲行割里 对付我们的肉体 并且紧紧跟随今日的约书亚 也就是耶稣 他是神的羔羊 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我们都跟随他 就能成功神的应许 今天的征战是一场属灵的 不是外面物质的 需要纳灵的基督 也需要我们被 圆手与身体联合为一 这是神所盼望得到的 有圆手跟身体 一同的行动 神的旨意就要成功了 因此进入应许之地的征战 不是仅仅靠着两个得胜者 迦勒和约书亚 而是在旷野中出生的第二代 没有埃及的食物 就戒掉了世界的胃口 又天天吃马拿 喝活水 被蜀天的食物所构成 他们也目睹了 第一代人不幸的结局 倒闭在旷野 受了严重的警告 所以他们就不发怨言 拼命顺从 就在征战上 与看不见的 约书亚是一 而所向无敌 今日我们的征战 不是军事的征战 而是属灵的征战 神据使以色列人得胜 得到地业 同样在每天 我们是与罪恶争战 我们也与福音的拦阻争战 更是与世界的诱惑争战 我们要因着 耶稣基督的死复活 神也必使我们得胜 得着千年国作丰盛的赏赐 以色列人将他们的得胜 清楚记录下来 我们也当如此 要记录 见证主如何一次又一次地率领我们 经历他的得胜 我们更要记住在基督里 那将要来的 最终的也是永恒的得胜 就是主的再来 并且在主日波饼聚会中 小牌聚会中 分享我们得胜 经历基督的见证 这是以庆贺的方式 来感谢主的白白恩典 河东的八三王二是历法英人 也就是亚纳族人 就是十二个探子 当年他们所看见的巨人 所以不论是历法英人 或者是亚纳族人 都是那些身高非常高大的巨人 令十个探子害怕 到的宁数纪十三章三十三节 亚纳人是出于拿菲林人 创世纪第六章启示 拿菲林人是人的女儿 与堕落天使之间 邪恶所产生的 这是破坏了神在创造时候 各从其类的原则 所以当时神就用洪水 灭绝了这些浑肿的巨人 迦南七竹则是拜偶像 乱伦 同性恋 与野兽交合 把孩子火烧献给偶像等等 因此神嘱咐他的选民 要杀尽那第一切的人 以免以色列人受了影响 也陷入被毁灭之中 神是恩慈 慈爱 并且有怜悯的 但他也是严厉的 因为在地上有他的仇敌 与他来对抗 神在他的经文里造了地 他特意在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 创造出一块狭长的土地 神应许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至终这地要成为基督的地 也叫做以马内利的地 神先借着以色列人得到了 而接下来得到全地 如果没有约苏雅记 我们就无法完全领会 以福所书第六章里面 属灵的征战 在那看得见的景象背后 有属灵的征战 在那看不见的景象中 正在进行着 这就是说 除了在地上的征战以外 空中满了撒旦的权势 在空中还有神与撒旦之间的征战 基督是我们的美地 神要我们得着基督 享受美地的丰富出产 但是在我们与美地之间 有一层属鬼魔的权势 就如同迦南诸王 强烈抵挡着神与祂的子民 我们如果要具有美地 做我们的永分和享受 就必须胜过这些撒旦的权势 耶稣亚十二章第九节到二十四节 那地的诸王 一个是耶利哥王 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 一个是耶路撒冷王 一个是西伯伦王 就一直的记载出来 我们这里就不系列了 一共既有三十亿个王 这是讲到在迦南地 就是约旦和西 一共有三十亿个王 耶稣亚杀死了 和西三十亿个王 加上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 加起来一共是三十三个王 为什么是三十三这个数字呢 没有神带领百姓 在这三十三次得胜 以色列人就不能够承受 应许的迦南地为产业 而没有三十三岁的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得胜 复活冲破了死亡和阴间 我们也不能享受 那在基督里的丰富 我们都不可能得救 仍然死在罪恶之中 在书写很不方便的三千多年前 圣明让这卷书的作者 认认真真的记下了 这三十三个王的名字 也让后世的抄写者 在每抄一个名字 心中都对神伸出一份敬畏 回顾神的信实与得胜 读圣经的人 每念一个名字 心中也都对神 发出一声赞美 圣经接下来的记载 在分地承受应许之前 圣灵首先数算了 神赐给百姓的得胜 表面上 河东的征战 是在摩西的带领之下 河西的征战 是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 约书亚完成了 摩西所开始的工作 但是实际上 摩西是神的仆人 约书亚也是神的仆人 那真正为百姓征战的 乃是神之旨 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摩西 约书亚和全敌百姓 需要完全顺服神 才能够经历得胜 承受应许之地 同样 作者也要当时的读者 和历代的信徒明白 神的百姓只有顺服神 遵守神的吩咐 照着他的指示 才能够得到 并且长久享受 神所给的应许 这三十三个王的名单中 没有鸡变王 鸡变因为主动投奔活神 就存活了 在长约两百公里 大约八十公里的迦南地上 居住的七个民族 所以他的君王最多应该是七个 然而在河西这里 我们看见了 有三十一个君王 来统治的这块狭藏的地 这指出当时迦南内部 存在的激烈的竞争 和深刻的矛盾 他们彼此之间 各具一方 都是以自主的事 来占三为王 根本就是相互对立 却在抵挡以色列人的事上 同心合一 但并没有真正的凝聚力 在耶和华神的攻击之下 溃不成军 因此 神要带领以色列人 先过约旦河 了结 那在亚当里的救人 就是我们的己 而迦南地上的三十一个王 也就是表征 我们救人的己 是以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 我们救人的己 可以从底下的记载 来领会到 约书亚十三章一到二节 约书亚年纪老迈 耶和华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 还有许多剩下的地 有待取得 说剩下的地 有非利式人的权敬 和基数人的权敌 这两块都在美帝的南边 约书亚和这诸王 争战的许多年日 用了大约七年的时间 打败了迦南诸王 征服了主要的诚意 虽然这个时候 约书亚大约年近九十岁 但并不是因为他 年纪老迈了 不能打仗了 所以才留下许多遗憾 还有许多剩下的地 有待取得 而是神定义 在生命纪第七章说了 要渐渐地将这些国民 从你面前除掉 你不可以把他们 数数灭尽 免得田野的兽 多起来害你 所以留下了许多 未得之地 神所启用的器皿 并不在乎年龄或体力 只在乎他们信心和顺服 神所定义的工作 并不根据人的所事和所有 只根据神的旨意和大能 征服迦南的征战 乃是神自己 是神大能的手 施行神迹奇事 用四次闪电战 消灭迦南诸王 年迈的约束亚 更是亲自带领征战 然而 另一方面 也是神定义 要渐渐地 将这些国民 从你面前除掉 你不可以把他们束束灭尽 免得田野的兽多起来害你 所以还有一些 为德之地 等待百姓 逐渐去夺取 我们等一下会看见 为什么有这两个方面的事 同样 神固然会用闪电战 打败撒旦的权势 使我们生命的方向 得以立刻扭转 就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我们人生的方向 转到了神这一面 但是生命的成熟 却不能够通过 几次的奋心特会 或者是外面的活动来述成 神乃是要我们 一生的属灵征载 每天一点一地的来训练我们 层层复兴 日日得胜 将我们里面的旧人 渐渐赶出去 直到我们得着 所有的未得之地 从地巴嫩 直到 三地的一切居民 就是所有的西顿人 这个是在美帝的西北方 靠近地中海 我必亲自将他们 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 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 将这地缅究 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现在你要把这地 分给九个支派 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 这就是河东除去的那两个半支派 剩下来九个半支派 要来分和西的地 在神的眼中 约书亚已经完成了 征服家人的托付 虽然约书亚还要再活二十多年 一直到一百一十岁 但是神吩咐他 不必等到所有的畏德之地 都被供取了 只管照我所吩咐的 将这地缅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 因为神带领百姓出埃及 进迦南地的最终墓地 并不是停留在 得着了属地的应许 而是让百姓一面享用地上的应许 一面学习信心的功课 继续操练 能够在 生互与配合 这些 每天的 一地的 一个脚步 一个脚步的 好 现在我们看看 美地上面 这里有三块地方 是魏德之地 在南边沿海的 这是菲利斯人之地 这也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 这个加萨走廊之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 美地的最南边 有基数人之地 在北方 在以色列的这个 海阀的以北 有这个菲利斯人之地 这里有西顿 还有推罗 神是以几场 闪电式的迅捷战争 打败了迦南地的七族 如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几个小时 就为我们成功了 把你的救赎 废除了那 长死权的魔鬼 这是神为我们所成功的 我们只要接受 就可以得到 而接受了基督 所成功的救赎之后 我们就要接受 在生活中 配合神生计的救恩 日日脱去救人 对付肉体和脊 接受并享受 神生命的更新变化 逐渐得着那些 未得之地 好 全享基督 所有的丰富 感谢主 主给我们的 法里的救赎 是他很快的 而且是白白的 就成功了 我们相信 就可以得到了 但是我们得到之后 我们需要 每天每天的 来被更新 来被变化 这是我们 要与神配合 去得那未得之地 这是我们必须 努力来配合的 另外 神的旨意 并没有让 约书亚 攻取所有的 未得之地 若是约书亚 已经使他们 得了安息 以后神就不会 提起别的日子了 这样 必有一 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存留 就是迦南所预表的 在基督里的安息 在神的计划里 这些人都借着信 得了美好的见证 却没有得到 所应许的 因为神为我们 预备了更美的事 叫他们若没有我们 就不能完全 所以他们跑完了 接力赛的前面那些棒 今天这个棒 交到了我们手中 他们需要我们 他们也才能够 能够把神的国带进来 是新耶路撒冷出现 约书亚和第二代 以色列人 就如同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 围着我们 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 和容易残雷 我们的罪 凭着忍耐 跟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场 神的经轮乃是一场 在时间里的接力赛 前面的人已经跑进了 当跑的赛城 把棒子交到我们这身在末世的 要跑最后一棒的基督的身体 也是建造起来的一个新人 没有种族 没有文化 没有语言 阶级的差别 唯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在这新人里面 有你和我和众圣徒 一同来跑到终点 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前面指出了 从神要带以色列人先过约旦河 就是要了结在亚当里的救人 就是我们的己 A.B. 生死的弟兄 他就是 下面地上的这三十一个王 就是表征我们救人的己 英文就是self 在信徒中 可能不会犯出底的罪 也没有故意背逆神旨意的罪 但是信徒的各行己意 不照着神的话 生活行事 不常祷告求问 而是经常行自己眼中 看为正的事 却比比皆是 这就是我们的己 也就是这迦南地上的三十一个王 所表征的 这些己就如同那三十一个王 各自聚首的一座城 自立为王 不受神的管制 与神的旨意对抗着摔跤 这些己如果不除灭 必将我们逐渐引入罪恶的网罗 不能够享受基督做神 所赐给我们的美 最后会遭受神的咒诅 而不能够一直留在神的祝福里面 以佛所书三章所说的 使基督借的信 安加在我们心里 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来做王 我们要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 而是让基督能够登我们心中的宝座 十四章 那时犹太人 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束亚 好 第一个分地的是犹大支派 这个时候却记载了加勒 就是那两个得胜者的 一个是得胜者迦勒 另外一个是约束亚 迦勒对约束亚说 耶和华在家底十八里亚 对神人摩西所说 关于我和你的话 你都知道了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从家底十八里亚 打发我窥探这地 那个时候我正好四十岁 我按着心理的真诚 向他回报 然而从我上去的众弟兄 使百姓的心融化 就是那十个探者回来报了恶性 但我专一跟从耶和华 我的神 当日摩西启示说 你脚所踏之地 必定归你和你的子孙 永远为业 因为你专一 我的神 现在看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 说这话的时候 耶和华照他所说的 使我存活着四十五年 期间 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 看 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今天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无论是真正 那时如何 还是如何 现在求你 将耶和华那日所说的这三地给我 因为那日你也曾听见 那里有雅纳人 并且宽大坚固的诚意 或者 耶和华与我同在 他说或者 他还是有些不太有把握 但是他愿意祷告 耶和华与我同在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在以色列为了分配 迦南地而开始研究之前 迦勒先来提醒四十年前 他是十二个探子之一 他们窥探美帝的时候 曾经去过西伯伦 看到了住在那里的亚纳人 也就是巨人 其他十个探子就非常惧怕 他们说我们像是藏母一样 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但是迦勒却对神的话 非常有信心 因此神借着摩西 在生命纪第一章三十六节说 唯有耶弗尼的儿子迦勒 必得看见那地 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 赐给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一跟从我 耶和华 迦勒虽然年迈了 八十五岁了 但是仍然有信心 他应该都参加了 在迦南地的征战 在分地给犹大支派的时候 主动地来要求 得到西伯伦这个地方 并且要去除灭住在那里的 亚纳人 他之所以要求分得西伯伦地 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乃是为了忠于 从神仆人摩西所得的应许 他听见了摩西 给他这样的应许 他就要以信心来接受 并且亲自去执行 迦勒虽然已经是 八十五岁的老弟兄 却表明要消灭居住在西伯伦 险峻山地的亚纳族人 他向着神应许的心智 毫不动摇 而且要夺取那巨人 亚纳人占据的西伯伦 神怎么说 他就怎么 阿门 这就是迦勒的灵 为何西伯伦是迦南地 最不容易攻取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亚纳人 就是巨人 并且宽大 坚固的诚意 迦勒虽然已经八十五岁了 但他的信心和力量 和年轻时候是一样的刚强 那时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虽然那地仍有巨人 但他深信 耶和华那日所说的 必与他同在 把仇敌赶出去 约束亚照耶和华所说的 和吩咐的 将犹大子孙中的一份地业 就是激烈亚巴 给了耶弗尼人的儿子 迦勒 亚巴是亚纳人的始祖 激烈亚巴就是西伯伦 迦勒从那里赶出 亚纳人的三个子孙 就是士塞 亚西曼 达曼 他们是亚纳人的后代 又从那里上去 攻击底壁的居民 等一下我们会来看 这亚纳的三个子孙 在南方战役中 约束亚曾经攻陷了 并且夺得了西伯伦和底壁 可能约束亚的十章 三十六到三十九节 是总论 十五到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 加勒去攻打是一个降论 另外也有可能 因为没有以色列人攻打了已经夺到的西伯伦和底壁 他们可以住在那里 就又被亚纳族人重新占据 所以加勒需要再次去攻打西伯伦和底壁 西伯伦的原文意识是交通 亚伯拉罕曾经住在西伯伦很久 他在西伯伦听见罗德贝鲁 他从这里带着家中的壮丁去打败四王军队 拯救了索多玛的居民和罗德 亚伯拉罕也是在西伯伦热情款待了 耶和华和两位同行的天使 并且与神有美好的交通 他还得知明年要升以萨 并且他为罗德代求 后来亚伯拉罕和撒拉 以撒和利百加 雅各和利亚三代都葬在西伯伦 他们在阴间等候基督再来时的复活 几百年之后 扫罗战死沙场之后 大卫也是先代西伯伦被犹大支派推上宝座 因此西伯伦是一处非常重要的 与神和神的子民交通的地方 西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 迦勒的灵 感觉到西伯伦的重要性 就不顾有巨人的威胁 亲自揽下夺取西伯伦的责任 迦勒虽然年迈了 但他的灵还是专一信靠神和神的话 这就是他的信心和力量 那时如何 现在还是如何 他深信 耶和华那日所说的话 必与他同在 能够把仇敌赶出去 夺得西伯伦做他的上好产业 西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 亚巴这个名字是亚纳族的始祖 意思就是巴力的能力 巴力就是迦勒的那个偶像 基列亚巴这个字的意思表征 满了韧性还有自满的天然人 亚纳的原意是长颈项者 就是把脖子伸得高高的 自我的表现 总是用藐视人 鄙夷人 轻蔑人的眼光看着 这在建造基督的身体上 是最大的敌人 耶稣亚十五章 迦勒就从那里赶出 亚纳人的三个子孙 就是亚塞 亚西曼 达满 我们现在看这三个名字的意思 四三 意思是自由 其实就是以自由为幌子 却是自私放纵 不受任何的管制 亚西曼 原意是人的弟兄 这是强调人性主义 而忽略神 看自己就是神 这在十九世纪的末了 非常盛行 达满 原意是自花 冒失的 大胆的 所以我们看见 这些巨人的三个儿子 就是己的特征 阻挡我们来接受 并且享受基督 建造他的身体 而己 从亚纳 衍生出来的 正如同他的儿子 有各种的表现 例如 有自卑 自大 自父 自无 自夸 自满 自行 自豪 自美 自是 自以为是 自命不凡 自作自受 自寻烦恼 顾不自封 自信而不信神 自作主张 独断横行 自欺欺人 自取灭亡 自不量力 自明清高 作俭自福 自作孽 自私自利 自作自受 自作聪明 自命不凡 自相矛盾 自愿自爱 自高自大 自讨没趣 加起来 有三十一项 因此约书亚所杀的 迦南帝三十一个王 就是我们的己 就是从亚纳 所生出的许多儿子 是叫神的百姓 不能享受 美帝所出产的 各种丰富 还会带来许多的 主脑 自立为王 不让基督做王 更不能够与圣徒 配达建造 圣灵在以色列十二支派 分地的时候 用迦勒 做了得胜的见证 并且赶出亚纳 分地的序幕 连最困难的西伯人都攻下了 其他未得之地 也照样 平的信心 就一定也是他们的了 今天 圣灵也在我们面前 用迦勒做见证 激励我们 将神的恩赐 在如火眺望起来 平的信心 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 凡事都能做 后来迦勒自愿 把西伯伦这座城 给了祭司 成为六座逃城之一 他自己则搬到乡村去居住 他一直有一个奉献给神的心 大卫在西伯仁 作用犹大王七年半 故以其他支派 认定为以色列全国的王 从出埃及出来 二十岁以上被鼠点 预备争担的人中 只有迦勒和约苏亚 因为专心遵从神 得以进入迦南地 以色列人在分配地业的时候 第一个记载的就是迦勒 他是开始 约苏亚的分地 就是在分地的最后 所以一前一后 这两个得胜者 得到他们信心的赏赐 然后也包括了 在中间的所有其他的支派 这两位专心一致 跟从神的得胜者 在承受应许的过程中 首尾呼应 成为信心和顺服的榜样 今天 神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也各有不同 每个人都面临 不同的丰富和难处 有的是 山地崎岖难行 有的是干旱缺水 有的在平原 有强敌环士 只要我们存着顺服 感恩和敬畏的心 有迦勒和约苏亚的灵 相信这是神 所良给我们的分 任何难处 都能成为我们 属灵生 生活中印 在山中 可以得到 上古之山的至宝 永世之岭的宝物 在海里 可以得到海里的丰富 并杀 在丰富 可以在 交通 彼得写信 给与我们分得 同样宝贵之信的人 就是指的以色列人 分得美地上的一份 做神指名的产业 我们每一位 在信主的时候 都被赐给 在基督里 同样的信心 虽然环境和遭遇不同 但是内在的实质 是一样宝贵的 都是基督 以迦南美地 作为预表 愿我们 有加勒和约束 加勒林 紧紧跟随基督 直到他的再来 得着千年国 做赏赐 以色列人 分地的时候 是以 研究方式 来决定 这是根据 神的主宰 来安排 十二支派的产业 各归何处 我们都要接受神的安排 所分给我们的 那一份 因此 大卫被扫罗追杀了 十几年 但是即使在非常危险 困难的环境中 大卫仍旧赞美神 所分给他的那一份 十篇十六篇 大卫说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碑中的份 我所得的份 你为我持守 用神 量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 实在美好 大卫从来不向人抱怨 扫罗的追杀 他有苦情 就向神倾土 但他也会从患难中 转为赞美神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让我们不再抱怨 而是转而赞美 就能得有迦勒和约书亚的灵 最后 迦南地的每一场战争 迦勒一定也亲自参加了 虽然圣经的记载是说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出战 没有提到迦勒的名字 但是迦勒并没有一点 嫉妒或不平 他只是专心跟从主 至高奋勇 打下那最难的敌人 这样的得胜 在神的经文中 是最美丽的 只要我们在这个 基督的行列中有份 不管提不提名 是主所认识的 这就够了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